字幕志愿者 李克强 李强反压 揮吊習近平清雲偵測 習近平對團派西美讓步 胡春華保住副國級官位 北京甲樓至醫院爆滿 陸民明明是新官不承認 李克強謝任前在國務院拍告別合照 影片熱傳 俄烏爆發最大規模坦克大戰 據路透社3月3日報道 習近平最信任的親信李強 在去年底中國疫情清零政策上 與習近平唱反調 最後廢掉了清零政策 去年當西方國家的新官疫情 以平息、口罩令以解除時 中國百姓仍然被當局的清零政策嚴格管控長達數月 中國經濟都遭遲重創 夏華茲近40年來最差狀況 直到11月11日 中共頒布了防疫20條 對各地封控稍微放鬆 但之後全國每天還在新增餅麗 習近平開始動搖 據知情人士透露 11月中旬 當時還身在東南亞的習近平 就命令中共當局要堅定不宜地執行清零政策 此後一些城市重新收緊了封控措施 11月20日開始舉行的卡塔爾世界杯足球賽 演場蠻人人頭轉動 人們沒有戴口罩的畫面 讓中國百姓了解到自身被封控的慘況 鮮明的對比 讓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充滿了粉滿和蒲圓之聲 隨著發生了新疆烏魯木齊大火 全國民眾抗爭活動興起 隨著中國各地針對清零政策的抗議活動 百姿革命的升級 中共高官們最在一起討論開放解封的時間表 據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高層最終選擇了匆忙重新開放 是考慮到各地的抗議活動繼續燃燒 可能對中共政權穩定構成威脅 他們認為這被新冠病毒傳播根據政治風險 放鬆社會管控還能夠壓制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 最後中共當局突然於12月7日全面解封 取消了許多限制措施 消息人士眾稱中共重新開放的計劃最初 是想保持大規模的民眾核酸測試 在李強力推全面放鬆 避免大規模檢測 結果是自去年底中國社會重新開放後 全國大量人口死於新冠病毒 各地出現醫療制度和約什麼緊張等現象 社會狀況混亂不堪 據中共央視報導 中共政協第14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團第一次會議於3月3日下午 在北京大會堂舉行 主持人為三朝元老王滬寧 就座在主席台上的11名主席團常務主席 安排名分別是石太豐、胡春華、潘若若、周強、柏巴拉、格列朗傑、何口華、梁振英、巴特爾、蘇輝、肖雄、高雲龍 其中倍受外界關注的團派大員 局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位列第二 中共二十大上同肅團派的李克強、汪洋、美能足音政治局常委、委員和中央委員 而傳聞中前黨魁胡錦濤的格代指定接班人胡春華都被踢出政治局委員名單中 中共團派官員在二十大後幾乎全軍覆沒 如今胡春華兩雙政協會議主席台 表明習近平並未對團派趕進實絕 詩詩評論員李林一分析稱 排名第一的石太豐、欣申兼、多項重要職務、精力不可能存放在政協 排名第二的胡春華很可能成為實際掌握權力的副主席 如果推測屬實 表明胡春華已經過了習近平的關、重登副國溝 在如今的經濟逆境下 習近平可能更想要強調黨內的團結 所以對團派造出了細微的讓步 李林一表示 按中共高層會議的慣例 就座於主席台上的將是政協副主席 排名第一的石太豐在二十大上不僅是政治局委員 還是書記除書記 再加上政協第一副主席的重要職務 使中共統戰部權力達到有史以來的頂峰 二十大閉幕會上 團派前黨魁胡錦濤被強加出會唱詩 胡春華雙手抱在空前 滿念堂皇的表情 被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據海外多家媒體分析 胡錦濤被逐事件 可能與胡春華未能進入政治局有關 但在二十大後 胡春華仍頻頻參加官方活動 並對習近平多次表忠 這個或是胡春華能夠保住 副國級官員地位的原因之一 最近推特上流傳出一段影片 顯示出李克強最後一次 與國務院下屬合影 影片中也出現了胡春華 只見他面帶笑容 似乎認證了他已經保住了中共的官爵職位 表露出不錯的心情 近日大陸多地包夾樓追襲疫情 七天內多達390起 多地醫院發熱門診再次人滿為患 北京某醫院爆滿缺藥 醫生直言又回到年前新冠高峰情境 有陝西網民說新冠變異了 明明就是新冠人就是不承認 據新浪網2號消息 平靜月餘後 疫情高峰再次衝擊發熱門診 新冠檢測牌子換成了流感檢測 北京某三甲醫院發熱門診醫生 岑冰說日頭的病人看不完 夜晚裏接班就一直看到天亮 現在只能緊住小孩、老人、隱婦 和有基礎病的高危患者 上午門診量還不過百 這週突然增加 隊伍又排到了醫院門外 岑冰感覺到突然又回到年前 北京新冠高峰時的情境 其所在發熱門診今年1月份新冠感染高峰時 每天門診量約600人 3月2日推特帳戶 NYH發推文說 這兩天北京兒童醫院人太多了 測不測甲穴無所謂 醫生都會給你安甲穴對待 化驗不醫保 加開藥基本少1000元洗出去 影片中顯示越夜人越多 只要發燒全部安流感診施 另一影片地址不暢 網友NYH說 甲穴太猛了 醫院人山人海 影片中民眾都是大排長龍 猶豫熱鬧非凡的大市場 人本圍彎 3月2日推特帳戶 滄海一宿發推內容中 顯示為西安兒童醫院 最近迎來一波人流高峰 這次是甲穴 症狀和新冠相似 都是發燒 全身酸痛 幹咳 有陝西網問說 就是新冠 便宜啦 不給提啦 明明就是新冠 人家就是不承認 昨天去 開了血常規說是病毒感染 問是甲穴還是什麼 醫生笑笑不說話 直接開了奧斯塔位 隨著中共兩會來臨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都即將退休離音 他與國務院領導們及工作人員 最後一次拍合照的相關影片 都在網上熱傳 3月2日 著名國際商務律師陶景舟 在個人推特上傳一段影片 並寫有文字 黑強總理今天好像是與 國務院工作人員最後一次合影留念 陶景舟是李克強的 不帶法律系77級本科的同班同學 同日 大陸身亡微博大V 李勇 都發問說 今天 他與本屆國務院領導人一齊 向國務院辦公廳全體人員 八百餘人合影告別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參與拍照的工作人員 在場地上圍了一個半園 李克強從人群這邊換換走去另一邊 不斷微笑和人們揮手 隨後走到合照的座位旁 大陸媒體目前沒有報導 李克強和國務院工作人員拍合照的事 該影片在微博上也搜索不到 但在海外推特上 Kirk熱傳這個影片 網民紛紛留言 拍了都是白影 都上不了電視的 他當年如果選擇留在北大 現在恐怕都是專業領域的領軍人物 可惜去崇征入了中共這個大嚴格 看他的笑容再回想胡錦濤當年被夾走時 克強的表情 小花妹攀著總理一個交代 3月5日將召開中共全國人大會議 李克強將做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 在此之前的2月22日 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罕見發言說 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 施政必須順應民之所望 2月23日 李克強到中共國家法改委 財政部視察 被認為是高別之旅 李克強在座談會上至少8次提到改革 還在門口向現場人願坎話改革 但中共官員並沒有對此進行報道 在烏克蘭南部彩梅鎮 而烏克蘭則敦促西方政府提供艾布拉姆斯和炮爾坦克 預計在未來幾個月西方先進坦克將出現於戰場上 在這場匡日持久的戰爭中 雙方都派出坦克在土地上濃濃著響 俄羅斯以中隊形式行前推進 烏克蘭則採用防禦性伏擊戰 在俄軍隊進入他們視線時 烏軍從遠處或隱蔽處進行射擊 根據烏克蘭軍方無人機拍攝的畫面 俄羅斯裝甲車受到重創 烏克蘭軍方稱 俄羅斯在這場戰鬥中至少損失了132坦克 和裝甲民兵車這一數字無法得到單獨核實 幾十年來 俄羅斯軍隊一直熱衝於坦克戰 甚至將其神花 因為這是俄羅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戰勝納粹的場徵 烏克蘭指揮官說 俄羅斯在姆克萊達已經失去很多支援裝甲車隊的機械設備 以至於俄軍改變戰術 只能進行步兵攻擊